在開始拍片之前 你Vlog了我們的Mimi和Odyssey Me 還未訂閱我們的朋友 也記得按按鈕 還有按旁邊的按鈕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更新的內容 事不宜遲 馬上去影片吧 Hello 大家好 我是Ava 今天又有好消息跟大家說 就是Steel Series又出搶錢貨 就是這款無線電競滑鼠 Aero 3 Rhinus Go 限定特別版 在介紹這款產品之前 當然要先開箱給大家看看 現在馬上開箱看看裡面是怎樣的 這就是實物 我覺得挺漂亮 因為實物體的白色是一些 木沙質感的魚白色 所以看起來也挺有質感 而且我很喜歡它的扭胸設計 感覺上也挺特別 看到裡面的零件 我們再看看裡面還有什麼配件 首先有一本說明書 首先有一本說明書 還有一條Type-C的充電線 它是布的質地 感覺上是比以前膠質地的充電線更加耐用 最裡面是有什麼? 這裡還有兩顆的依存 這個就是它2.4的接收器 這個我估計是現場頭 如果充電線不夠長的話 就可以用這個頭去接駁更長的線 配件和開箱內容大概差不多 其實之前已經推出過黑色版本 黑色版本就是這個樣子 而現在這個就是GOLD SLIM MOTHER EDITION 最特別的地方當然是配色 是半透明顏色的設計 除了這麼夢幻的配色之外 還有扭胸外殼設計 但不要看見這個樣子就覺得不耐用 因為Aero Street Rhinus是首款 獲得IP54防湖等級的電競滑鼠 即是它有防水、防塵、防污、防油等功能 所以就算你不小心賭死飲品 或者是高空檔物都不會弄壞 而且它採用了阿克拉巴的技術 所以才可以令到好像暴露在外面的電腦裝置 可以免受任何類型的環境損害 所以就是一款非常之厲害的技術 我一拿上手就覺得這款滑鼠非常之輕巧 因為它只有66g這麼重 所以我們可以更加迅速地移動滑鼠 而今次Steel Series 亦再次使用PEX-Arts電法的 True Move Air光學遊戲感應器 實現了全新自訂真正的1比1追蹤軌跡 18000cpi和400ips追蹤速度 以及40g最大加速度 遊戲感應器的超高效能 即使用小粒的電池降低滑鼠的重量 亦可以維持電量去完成整個比賽 另外它使用了Quantum 2.0的無線技術 所以這個滑鼠是有兩種無線的用法 我們可以看到如果它拍到左邊的按鈕 其實就是藍牙連接 如果用藍牙連接的話 就可以提供200小時的持久電量架 而它右邊的按鈕 就是2.4HC無線的USB連接 就可以提供差不多80小時的持久電量架 如果用完電的話 就可以用這條Type-C的充電線 去幫滑鼠充電 只需要15分鐘 就可以有差不多40小時的持久電量 這款這麼強大的無線電影滑鼠 現在已經可以來我們的網店或門市訂購了 拜拜 看完這條片的朋友 記得記得要來這裡買東西 還有不要忘記 comment like share和subscribe我們 如果有什麼問題就在下面留言給我們 記得要支持實體店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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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